欢迎收看6月27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昨天台湖波动 缺乏方向 恒生指数低开138点 再度失守18000关口 但开盘指数17935 意为全日最低位 之后快速回升 午后最高见到18156 收报18090 上升17点 成交951亿元 国际指数收报6477 上升13点 升幅0.2% 恒生科技指数收报3690 上升35点 升幅0.9% 沪森股市终于只跌回升 上振中指收报2972 上升22点 升幅0.8% 真振成指收报8987 上升137点 升幅1.6% 沪森两市和共存交 6,433亿元 较上日减少48亿元 党股盘面上 英伟达三连跌后 周二大幅反弹 带动半导体股回卵 华红半导体和中芯国际分别上升 4.3%和2.9% 消息面上 内地6月批出104款国产网络游戏版号 腾讯旗下洛科王国世界在列 但股价没升跌 反而是网易 股价涨超6% 即涌结无间手游 将于7月25日公车上线 由于该游戏电脑板已被玩家所熟悉 所以行内人士预计 首月流水或达到约11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 美联储官员再度放音 令贵金属价格受压 黄金股表现弱势 紫金矿业和昭金矿业都跌超1%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 晶泰科技股票代号2228 晶泰科技是本港首支18张司上市特专科技新股 也是港股AI医药第一股 晶泰是一家以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驱动的创新研发 平台公司主要基于量子物理 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大规模实验机器人集群等前沿技术 与能力为技药及材料科学包括农业技术能源及新型化学品以及化妆品等产业的全球和国内公司提供药物及材料科学研发解决方案及服务 集团拥有多元化客户群涵盖初创公司到全球生物技术与技药公司 目前已为全球300多家生物技术与技药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服务 在全球收入排名首20名的生物技药公司当中有16家是其客户 集团透过向生物技术与技药公司提供药物发现解决方案以及向技药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产生收入 过去几年集团收入实现了迅速增长由2021年的6280万元人民币增次2022年的1.33亿元人民币 并进一步增次2023年的1.74亿元人民币符合年增长率Kager为166.7% 据预测存球药物发现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市场规模 预计将由2023年的12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325亿美元 Kager为14.9% 而中国的药物发现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市场规模预计将由2023年的35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22亿美元 Kager为19.6% 全球自动化研发实验室市场规模预计将由2023年的59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607亿美元 Kager为39.6% 而中国自动化研发实验室市场规模预计将由2023年的12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74亿美元 Kager为12.8% 而中国材料科学研发开支预计将由2023年的178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585亿美元 Kager为18.5% 建议买入价5.3元 目标5.8元 此选为5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涨1.26% 报39667.07点 肚子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 小福收涨 道指涨0.04% 报39127.8点 标普500指数涨0.16% 报5477.9点 纳指涨0.49% 报17805.16点 苹果涨2% 波音涨1.95% 林涨道指 特斯拉涨4.81% 亚马逊涨3.9% 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中概股多数上涨 盛丰物流涨25.23% 路金索控股涨10.71% 中概新能源汽车股集体上涨 蔚来汽车涨6.18% 小鹏汽车涨3.9% 理想汽车涨2.05% 国内A股方面 A股五厚大反攻 户指指不五连跌 创业板指大涨1.8% AI应用题材爆发 市场量能位鉴明显放大 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收涨0.76% 报2972.53点 深圳城值涨1.55% 报8987.3点 创业板指涨1.8% 报1730.64点 科创50指数涨1.66% 报729.64点 北镇50涨1.76% 市场成交了6463.2亿元 近4800股上涨 AI应用题材全线爆发 锂电池产业链走强 消费电子概念股崛起 半导体产业链探地回升 美元方面 纽约尾盘 美元指数涨0.4% 报106.06 非美货币多数下跌 欧元对美元跌0.28% 报1.0684 英镑对美元跌0.51% 报1.2625 澳元对美元涨0.02% 报0.6649 美元对日元涨0.63% 报160.72 美元对锐郎涨0.27% 报0.8972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跌 115个基点 报7.3011 石油方面 国际油价小幅上涨 美油8月合约涨0.06% 报80.88美元桶 布油9月合约涨0.3% 报84.47美元桶 黄金方面 国际贵金属期货 普遍收跌 COMEX黄金期货 跌0.9% 报2309.8美元 盎司 COMEX白银期货 跌0.36% 报28.765 美元盎司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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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